美国插手中国内战的后果,一旦美国插手中国内战,美国的霸权也就宣告终结。 近期以来,台当局动作频频,很多人会问,台湾回归离我们还有多远?真实情况出人意料。 大家应该都看过法国小说家都德的著名小说《最后一刻,普法战争后》。 德国进驻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第一件事就是用德语教学,也就是文化改造。 文化教育从从下一代抓起,必须掌握下一代。赞助商链接。 去中国化在香港有一百多年,在台湾也有几十年,并且还在加速。 看看蒋经国时代的区区几个台独分子,到如今台湾绿营的庞大规模。 我们应该不寒而栗,越来越多人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对台贸易。 他们端起碗吃大陆的饭,放下筷子骂中国的娘。 台湾回归,政治上的回归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精神和心理上的回归。 去中国化,民进党在公开干,而国民党则在悄悄干。因为国民党自身的变化。 其对台独政策因为美国和日本,有打压也转向放任。如今在台湾加速。 在去中国化的同时,他们在西化,也就是在台湾持续灌输和培养西方人的价值观。 培养对西方的认同感。价值观改造和思想更换,也是美国对台战控制的一环。 上兵伐谋,思想洗脑,也是一种高级的战略控制方式。 实际上,试图与台湾当局打交道,谋求和平统一的路子会越走越窄,因为台湾的。 去中国化再加速,造成岛内人在文化和心理上在大陆外越飘越远。 因为台湾本身缺乏政治自主性,被美国控制,和其子谈判,对整个战略棋局不具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 武统过程中美国会参与中国内战吗?赞助商链接。 我们再来看看用武统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也就是将中国内战在60多年后重启,继续打完。 反对武统的人们,其主要理由就是为美国因素,也就是一旦出兵攻台。 美国会军事援助台湾,甚至站在台湾军队一边与我国作战,从而阻挠中国统一。 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美国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参战的可能性。 一旦中国内战继续,美国首先要考虑的是,美国插手中国内战的后果。 一旦美国插手中国内战,首先是会引起13亿中国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和民族感。 请会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和美国战斗到底。 美国敢于参与中国内战吗?和一个13亿人口的古老民族不死不休。 其次,中美因为台湾问题开战,美国合一保证战争不会升级,发展成核大战。 换言之,美国会为了台湾和中国叛命吗?即使是常规战争,美国准备打多久,有没有钱打下去。 而且美国是个商人国家,战争是为商人的利润服务的,打仗首先得对美国商人有利。 也就是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如果对美国的华尔街大亨们没任何好处,华尔街大亨们不会出钱。 也就是美国的战费从哪里来。 再次,战争还有输赢问题,美国参与进来,有打赢中国的把握吗? 。 在东亚大陆边缘和中国开战,美国已经有了两次教训。韩战和越南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竞赛,也是经济的竞赛,何况中国国力已经今非昔比。 赞助商链接。 。 又四,一旦中美开战,为欧俄和中东诸国所跃见。欧洲必然抓住时机重新武装。 。 。 俄罗斯会趁机恢复扩大元苏联势力范围。 中东诸国会脱离美国自立。 。 日本也会趁机正常国家化,同时摆脱美国控制。 。 这就意味着战火点燃。 美国的霸权也就宣告终结。 这种战略后果美国人现在有勇气面对。 。 近期以来,台当局动作频频,很多人会问,台湾回归离我们还有多远?真实情况出人意料。 。 。 大家应该都看过法国小说家都德的著名小说《最后一刻,普法战争后》。 德国进驻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第一件事就是用德语教学,也就是文化改造。 。 文化教育从从下一代抓起,必须掌握下一代。 。 赞助商链接去中国化在香港有一百多年,在台湾也有几十年,并且还在加速。 。 看看蒋经国时代的区区几个台独分子,到如今台湾绿营的庞大规模。 。 我们应该不寒而栗,越来越多人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对台贸易。 。 他们端起碗吃大陆的饭,放下筷子骂中国的娘。 。 台湾回归,政治上的回归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精神和心理上的回归。 。 据中国化,民进党在公开干,而国民党则在悄悄干。 因为国民党自身的变化。 其对台独政策因为美国和日本,有打压也转向放任。 如今在台湾加速。 。 在去中国化的同时,他们在西化,也就是在台湾持续灌输和培养西方人的价值观。 培养对西方的认同感。 价值观改造和思想更换,也是美国对台战控制的一环。 。 上兵伐谋,思想洗脑,也是一种高级的战略控制方式。 实际上,试图与台湾当局打交道,谋求和平统一的路子会越走越窄,因为台湾的。 去中国化再加速,造成岛内人在文化和心理上在大陆外越飘越远。 。 因为台湾本身缺乏政治自主性,被美国控制,和其子谈判,对整个战略棋局不具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 。 武统过程中美国会参与中国内战吗? 赞助商链接我们再来看看用武统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也就是将中国内战在六十多年后重启,继续打完。 。 反对武统的人们,其主要理由就是为美国因素,也就是一旦出兵攻台。 美国为军事援助台湾,甚至站在台湾军队一边与我国作战,从而阻挠中国统一。 。 。 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美国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参战的可能性。 。 。 一旦中国内战继续,美国首先要考虑的是,美国插手中国内战的后果。 。 一旦美国插手中国内战,首先是会引起13亿中国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和民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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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慧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和美国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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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敢于参与中国内战吗?和一个13亿人口的古老民族不死不休 其次,中美因为台湾问题开战,美国何以保证战争不会升级,发展成何大战? 换言之,美国会为了台湾和中国叛命吗?即使是常规战争,美国准备打多久,有没有钱打下去? 而且美国是个商人国家,战争是为商人的利润服务的,打仗首先得对美国商人有利 也就是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如果对美国的华尔街大亨们没任何好处 华尔街大亨们不会出钱,也就是美国的战费从哪里来? 再次,战争还有输赢问题,美国参与进来,有打赢中国的把握吗? 在东亚大陆边缘和中国开战,美国已经有了两次教训 韩战和越南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竞赛,也是经济的竞赛,何况中国国力已经今非昔比 赞助商链接又次,一旦中美开战,为欧俄和中东诸国所跃见 欧洲必然抓住时机重新武装 俄罗斯会趁机恢复扩大原苏联势力范围,中东诸国会脱离美国自立 日本也会趁机正常国家化,同时摆脱美国控制 这就意味着战国点燃 美国的霸权也就宣告终结 这种战略后果美国人现在有勇气面对 近期以来,台当局动作频频,很多人会问,台湾违归离我们还有多远 真实情况出人意料 大家应该都看过法国小说家都德的著名小说《最后一刻》,普法战争后 德国进驻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第一件事就是用德语教学,也就是文化改造 文化教育从从下一代抓起,必须掌握下一代 赞助商链接去中国化在香港有一百多年,在台湾也有几十年,并且还在加速 看看蒋经国时代的区区几个台独分子,到如今台湾绿营的庞大规模 我们应该不寒而立,越来越多人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对台贸易 他们端起碗吃大陆的饭,放下筷子骂中国的娘 台湾回归,政治上的回归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精神和心理上的回归 据中国化,民进党在公开干,而国民党则在悄悄干 因为国民党自身的变化 其对台独政策因为美国和日本,有打压也转向放任 如今在台湾加速 在去中国化的同时,他们在西化,也就是在台湾持续灌输和培养西方人的价值观 培养对西方的认同感,价值观改造和思想更换,也是美国对台战控制的一环 上兵伐谋,思想洗脑,也是一种高级的战略控制方式 实际上,试图与台湾当局打交道,谋求和平统一的路子会越走越窄 因为台湾的 去中国化再加速,造成岛内人在文化和心理上在大陆外越飘越远 因为台湾本身缺乏政治自主性,被美国控制,和其子谈判,对整个战略齐局不具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 武统过程中美国会参与中国内战吗? 赞助商链接我们再来看看用武统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也就是将中国内战在六十多年后重启,继续打完 反对武统的人们,其主要理由就是为美国因素,也就是一大出兵攻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